嗨 大家好 我是公關教主於長均 長均老師今天要為大學生 解答所有心目中的一些煩惱 所以我今天就請G來提問 老師我想問您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讓自己成為一個品牌 我想到這個問題 其實主要是因為 曾經有聽過長均老師的演講 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老師就像一個品牌一樣 在初初以前就會開始行銷自己 然後讓自己的作品慢慢呈現 就像品牌 我想問那如何讓自己成為一個品牌 我覺得就是說如果說 你今天當然說你自己個人 就是做人做事 你是一個認真理責 還是你是一個遲到大王 這就是你給人家的一個形象 你想要給人家什麼樣的一個形象 那第二個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讓人家來看到你自己 那譬如說在外表儀容的一個打扮 你可以穿的就是很隨便很邋遢 剛睡醒的感覺 去學校或是去上班 或者你把自己穿得很乾淨很得體 那就是你給人家的一個形象 那如果說你自己在操作你自己 不管是說像現在的Social Media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的這些Social Media 對呀 那你要在你自己的照片裡頭 不要隨便亂PO 像我以前也會隨便亂PO 你可能要貼一些你比較個人的 你想給人家的一個 獨特性 對獨特性 或是照片的顏色是一個 一樣的一個質感的顏色 讓大家看到你這個 因為Instagram的版面 它知道說 你是一個喜歡運動的人 還是你喜歡美食 這個都是可以去規劃出來的 就是你想要去呈現的一個形象的一個表現 所以說第一印象的話就比較重要 對 如果我是覺得說 以我們今天撇開就是電腦前面 大家看不到的你自己 你在那個電腦前面去塑造的一個image 跟一個真正的你看到本人 你要給人家的一個感覺跟形象 就像我在學校的演講 我可能要走親切 我不能濃妝厭魔 那我可能要跟同學們打成一片 那像你們今天去學校 體育可能就要穿的像體育服 那今天要去做一個presentation 你可能就要穿的比較正式 比較得情的一個衣服 對 所以算是用另外一個平台來行銷自己 對 然後我懂 謝謝老師 喝氣